随着春天脚步的临近,首都华盛顿特区的樱花已经进入盛开了倒计时 根据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最新消息,赏花圣地潮汐湖派的樱花已经进入了第一个阶段绿芽期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走进潮汐湖,看看这里的最新情况吧 潮汐湖位于华盛顿纪念边的南侧 这里三千多株樱花树是1910年代在美国第一夫人的大理推动下从日本引进的 随着樱花树落叶生根,这里不仅成为了两国友谊的见证 也成为了每年都能吸引上百万游客赏花的旅游胜地 根据气象记录,华盛顿特区在今年2月23日突然升温至接近华氏80度 这几乎打破了1874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温度记录 尽管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又再次降温,但今年暖冬的整体影响已经形成 华盛顿特区的樱花通常是在3月底至4月初盛开 但今年的花期大概率是为提前了 我们看到目前潮汐湖畔的樱花树还是处于绿芽期 刚刚开始萌芽 由于天气还是比较冷,所以湖边的游客数量还是很少 不过等到樱花盛开时,估计这里又会是人山人海 另外,今年的特区国家樱花节将会在3月20日至4月16日举行 而最受游客们欢迎的樱花节游行庆典将会在4月15日举行 不知道小伙伴们都准备好了吗? 如果不想错过今年的赏花季,那就赶快订起机票和酒店吧!